武吉安曼商业罪案调查总监阿玛辛指出 警方在完成点算从前首相相关单位搜出的财务后 当局将着手调查这批财务的来源 他强调 警方现阶段暂时不会展开任何逮捕行动 而是会调查这批名贵财务的来源 彻查宋领人 也会在过后传召纳吉夫妇录供 我们会们到编务起来 昨天一度传出谣言指 前首相纳吉已经被逮捕 导致媒体蜂拥驻守在纳吉的私底外等候 阿玛辛今天强调 警方将遵照程序展开调查 至于警方一共从前首相纳吉的私底 起货超过1亿令吉的现金 巫统曾经表态 这笔钱是巫统的党产 不过阿玛辛回应 钱没有标上名字 暂时也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巫统的相关人士报案 阿玛辛也说 这也是警方历年来起货最大笔的财物 他也透露 截至目前警方一共传召30人协助调查一马公司弊案 NTV7 总部报道 我认为这个最大的影响 我认为这个最大的影响 是在历史上的历史上 我认为这个最大的影响